接著衛福部長薛瑞源 要念出保齡案中可能的毒物來源 米酵菌酸都念得這麼卡 就知道這毒素大家有多陌生 有人為下毒的可能性嗎 這個當然都不排除了 各種可能性 檢察官都會全部來查明 不只要追溯來源就責 也不能逃避 台北市長檢察官一大早緊急變更 形成親父行政院會求援 這一次也因為是非常罕見的症狀 第一時間也很難 跟一般食物中毒做一個連結 只要家屬同意來進行假扣押 也就是針對保齡負責人相關的財產 避免後續如果有責任脫產的情形 保齡案滾雪球受害人數不斷增加 到底通報有沒有慢反拍 根據食藥署規定 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醫療機構 二十四小時內要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告 調查後再向上承報食藥署 攤開時間軸第一起死亡案例 三月二十四號新北衛生局通報 北市衛生局 三月二十六號機關署接獲休息 當天晚上就惠同專家前往保齡查查 覺得這個也不能再太苛責 太苛責我們台北市衛生局 這個判斷的確是不容易 不過我還是強調 我們是在二十六號 才知道有其他的個案 你要到死亡 到現在為止十三例裡面 兩個死亡還不同意願 每天晚上夏天就知道 整個案子都知道 要學的教訓 是啦 這當然有必要帶 去外面吃一餐飯 就一條人命不去 這不是太冤枉嗎 吃個飯怎麼會送了命 就連自家立委也覺得太冤枉 非典型案例意外成了實案漏洞 TV新聞 吳奎言家會 台北採訪報導